他们两口子感受一致啊 请问女生你嫁的这个人是这样的吗 他不是 那不就得了 你的价值观生活方式 没有人有资格对你指手画脚 但是他有 谁要你嫁给他呀 你嫁给他就得相互磨合 就不能任性到一己的想法去完成生活 日子是两个人过的 你也说了 我不敢说我不要孩子 我爸妈他爸妈都不敢 我不敢 既然你还是要结婚生子 赡养老人 那请你今天真的不要再任性了 踏踏实实看看眼前的生活 不是说不能趁年轻 我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 可以有规划有节制 人有节制才有幸福 我们今天挥洒的所有的青春和任性 未来都是自己要受的罪受的苦 明白吗 明白了 可以适度的规划 留一部分钱 将来这个孩子的钱 我孝顺父母的钱都要准备好 有一点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 给父母换房子 自己拿钱公月工 让父母有更好的居住条件 说明其实你心底深处是认可这种传统的家庭模式的 对吗 所以不要再任性了 所以不要再任性了 你是独立 我相信你们小两口的心是在一起的 只是因为新婚宴儿才一年的时间 也没有打磨出更好的模式 给你们一些时间 也给彼此成长空间 携手向前 我觉得日子一定是越过越好的 好吗 祝福你们 水果了 你给我买点葡萄来吧 结果就跟我说 你自己没腿啊 自己去买家 我就到时候心寒了 我还怀着孕 在他心目中 都一点位置都没有 然后呢 当天我就生气 就回老家了 因为我那天是在忙顾客 忙顾客的时候 没法给他回电话 你不是还喝酒了吗 因为我是那个店的领导 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里 当时我还回来 还在孕呢 咱都别找理由了 反正就是零天喝酒了 然后你就得回家了是吧 回我爸妈家了 是你父母照顾你是吧 对 回我爸妈家之后 两三天他也没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想你回爸妈家 父母可以照顾你更好 一个礼拜吧 他给我打电话 居然打电话 他不是让我回北京 他让我去他爸妈那边 这是为啥啊 他说让他爸妈照顾我 因为父母照顾的会更好 营养吃的也会更好一些 因为我毕竟在北京上班 所以照顾的肯定不会特别的周到 对我就想他回老家 他跟你在一起不是更好吗 我这不也是为了他身体着想吗 也面临着几个月以后就要生了 所以我也想让他跟我 父母会好一些 行呗 是 我听他的话 结果呢 回去之后 他们弟弟也忙 还是我自己洗衣做饭 伺候老人 那天我就想吃肉了 然后我就跟妈说 我说妈 咱今天买点肉吃吧 既然妈回了我一记说 没有钱买肉 当时我气得 我说妈 我今天不在家吃了 我回我妈那边吃 回去之后 我就打电话 告诉她 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不想回去了 结果她 二话没说 把电话就撂了 第二天 她就赶回来了 还气冲冲地 把我接回她爸妈那边 我们俩进屋嘛 然后她就跟我说 你不是想吃肉吗 给你钱 这一钱够了吧 够你买肉的吧 就夸把那钱 就甩到我的床上了 当时我就心寒的 我当时就得想吃一片肉 你不跟我说 你还知道 你回娘家吗 还得让我跑一趟回大街 对啊 那你就把她接回北京 不就得了吗 你想的是在父母那照顾的周全吧 现在既然照顾的不周全 为什么不接回北京呢 因为她马上就面临着要生了 所以 哎呀 肯定到北京 我工作肯定照顾不了 是是是 反正我们要找借款 还是有很多的啊 后来孩子生了怎么样 当时孩子生了 他也一直没有回家 这为啥不回家呢 生老大的时候我回家了 啥时候回家的 我都没看见你啊 因为我回家那天正好 他要进行孩子休息呢 所以我看他俩都挺好的 明白吗 母子都挺平安的 所以我 我就直接又返回上班去了 你知道吗 我在月子里头 我真的要 咱不说苦难历史了 我相信这个月子 肯定按你的说法 没做好对吧 是的 所以是不是你的状态 也放纵了他的那些行为呢 所以我觉得男孩 你要真切地调整 你自己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 换作任何一个女朋友 都是受不了的 但是他愿意跟你继续走下去 你能改吗 我能为他改 你能做到哪些 你说说和听听 我可以 把脾气收一收 然后呢 这都委屈 都快哭了 我可以 你特别委屈吗 我说的不对是吗 不是委屈 那是什么 还是觉得我说的不对 是觉得对不起 对 所以我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 好好地珍惜他 我就想跟孟蒙说 如果这个男孩 愿意调整愿意改 你看他现在真的非常真诚 我相信此时此刻 他是真的在抱歉 我希望你 用最好的自己 去迎接那个 真正疼惜你的人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泽妍老师 我俩也就是 差不多都能每天在一块嘛 然后我觉得 这样也挺好 但是现在你看看他就 对我这种态度 是特别不端正 我觉得就有问题 要不然你就是 能多陪陪我 你要不然你至少 能让我感觉到 你在乎我呀 但我现在就是 我啥都感觉不到 啥意思呢 多陪我理解 在乎是个什么意思 你能直白一点吗 就是你看 就根本就跟他说话呀 想跟他见面 根本也感觉不到 他在乎 就是你要不然 就给我点安全感 你们过去谈的好吗 还行嘛 就是之前 反正他情商也有点低 他情商怎么低呀 就我过生日嘛 我就想着 如果女朋友过生日 男朋友送的礼物 挺正常的吧 我就跟他说 那你给我买个口红吧 我觉得在他 能力承受范围之内 然后我就给他说了 这好家伙 给我一大同教育 从来之前就哄我的时候 跟我说话的时候 没有那么耐心过 说那么多句话 这家伙一套一套 给我教育的 我就特别生气 后来送的什么吧 我送了 我送他的书 我想让他去看书 就说这书 我就更生气了 就是你说 那大夏天了是吧 我就明确跟他说了 我想有口红 不给也就算了 大夏天了 我去楼下拿快递 死沉死沉的 我还想着 这多大惊喜 这么厚重的礼物 费劲把力搬上去了之后 发现一罗书 我打开之后 我都欺诈了 啥书啊 可能书有问题 你知道吧 什么那个 没伞的孩子 必须奔跑啊 就那种的 我就觉得 今天礼物打开了 笑不出来了 都什么书啊 你不努力 谁会给你 想要的生活 是吧 所有失去的 冲将以另外一种方式 归来 怕就怕 会输一辈子 没伞的孩子 你只是看起来 跑得很努力 这都什么书啊 全是成功学教育 他平常 他朋友圈 整天跟我说 这个小姑娘 他男朋友 送她的口红 那个小姑娘 送她一个包包 我就感觉 她就有点那种 攀比的小心理 我就不喜欢那种女孩子 我也不喜欢 她成为那种女孩子 我就觉得 那口红抹了以后 吃了也不好 对身体也不好 我就想让她 多多点输 那保护失输 然后往那一站 富有失输 气自滑 对不对 那多有气质 不必涂点口红好吗 是是是 什么保护失输 我气都让你给气饱了 我都渴上去了 就这事 而且啊 就是之前跟她一块 在学校 然后我也想着 就总想着陪陪她 我就跟她一块去打游戏 我就是一个操作 没操作好 就熟了 然后就 这家伙给我 脾气大了 就给我发脾气 还跟我摔键盘 还哄我 她那个是 一个操作 没操作好吗 她那一连串操作 没操作好 她那就是菜 我给她拖了 我说你别跟我一块玩 各玩各的 我差上分 她非得跟我一块玩 我说我就纳了闷了 我坐这儿陪着你不就行了 你非得跟我一块玩 你终于做游戏 你叫什么招啊你 那我输了 我就是不知道 游戏还是要你女朋友呀 那我当然要你了 我不要你 我来这儿干什么 那你跟人摔什么键盘 这个不能怪父 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我看来 如果你真的要让她成长 我觉得至少暂时分开 让她感受一下 离开你们的感受 我认为是有必要 好吗 就这样 游戏 打游戏吧 大概很多人都有 那么一个说法 就是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人是这样 很成熟啊 结婚之后就变了 大概我有我自己的 一个看法和认知 我觉得特别像打游戏 因为你打第一关的时候 很简单 越往上打 都会变得越难 这就叫成长 大概进入到这段婚姻之后 双方都没有去成长 余老师其实给你做了分析 你整个的生长环境 让你完全没有成长 托老师有句话说得很对 我们不因为原生态家庭那些问题 我们去怪责父母 对吧 但那确实是一部分的原因 我们不能老背着那个原因 我们不前进呢 你们自己问问 自己又没有成长 比如女生 我让你做评价的时候 你的评价完全是一个 人力资源的主管 或者一个妈妈 或者一个老师 对一个学生的评价 你看是不是 她也有优点 但是她的缺点 远远大于她的优点 老师是这么评价学生的 而不是妻子 就这个婚姻 其实你也没有成长 两个人都需要成长 你们要做好爸爸妈妈 因为你们有可爱的孩子 生活还得继续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今天到节目组来 然后听了老师很多话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方面 很欠缺 以后跟你沟通这一块 我会注意一下的 然后我希望你能够真的长大 支撑起这个家庭 以后孩子这方面 我来代表 虽然说我没有你那么能干 但是我会把家庭这方面的事 我来做好 我就希望我们俩能够一起承担 一起去成长 希望你们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谢谢两位啊 谢谢你们请回 谢谢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独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距离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 大闺蜜就属于 在我俩之间拱我的一个人物 她老认为我闺蜜就拱我什么 那你平时自己做到了 那她能那样吗 而且人家当然是为我好啊 而且那次 就是因为我俩吵架 然后闺蜜就挺向着我的 然后她挺生气 她就给人家一个女生骂了 就说了 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也不能这样说我朋友啊 把女朋友骂了是吧 也没有骂 我就是说的可能比较过分一些吧 就是我俩在这吵架 她闺蜜不劝和 反而在那劝分 就一直说一些很过分的话什么 然后当时就把电话 给她闺蜜打过去了 当时都在气头上嘛 我可能认为说 过后认为 我对一个女生这样说 可能有些过分 跟人道歉了吧 道歉了 之前也是认识是朋友 但现在也不联系了 那这都是跟别人的矛盾 跟她也没什么矛盾啊 都是她呀 她就是以这种理由 跟我提分手 然后她闺蜜才帮着她 然后造成这种情况 行吧 那现在辞的工作会好了吧 那还是这样 为啥呀 她就算不干工作了 就在家待着 她也不回我钱 我也不知道她每天都干什么 就我每天和她说话 她都不知道人哪去了 然后和她说还特别有理由 那我辞职了 我也不能就是干待着 我肯定要想以后啊 我是回家考了工考什么的学习 然后或者说再找工作 但是她就是不理解 但是这个好像不应该作为一个 不跟女朋友联系的一个理由啊 那我回家那边啊 我是考工考学习什么的 也学到 那你没 对呀 你休息一下 发个微信问候一下 都应该啊 也发呀 但是她就觉得 就是发的少嘛 她特别小心啊 她竟然还找人来 在别的APP上测试我 就找她的女性朋友来测试 通过测试了吧 没有 测试